這一瓶就是 Colloidal Silver 這一兩年突然變得很紅的銀尼紙水 銀尼紙水可不可以自己做呢? 買就比較穩定 因為別人有得檢測、測試它的PPM值 那你自己就沒有了 你要真的做就是這樣 你要有一個瓶 瓶裡面就入紙是可以蒸餾水 不可以其他任何其他水都不行 凍滾水不行 抗泉水不行 什麼都不行 一定要是蒸餾水的 那將那個9999的銀呢 銀片就滾到很薄 將它屈到一個U字形 就好像現在這樣 那它呢 就是左右兩邊 就用正負極的電駁著這條電的 有條電線的 那就是當你準備好了就開電 那經過電 全電之後呢 就會將它的銀片裡面的梨子 就電了出來 那它有時間要計算的 不是你電一會兒又可以 電很久 很久都可以 不是的 好像有一個Optimal的時間 不能電完就算的 接著要吐它過夜 那這一瓶呢 就是你Homemade的銀梨子水 那應該要這個顏色是正常的 它其實裡面還有一些雜質的初頭 應該是 那當然不可以放在一個clear的瓶 要防這個光線的 因為曬到光 被太陽曬到或者是不透光 透光是會影響它的效力的 那用銀的餐具有沒有幫助呢 根據這個印度的Ayurveda 這個阿育肺圖的治療法呢 那它說是有幫助的 在這個成長期的時候 給寶寶用銀的產品 會令它健康一些 腦子會聰明一些 所以你用銀的餐具 來餵寶寶吃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 那 那錢呀 貴不貴呀 那你買個普通沒有什麼牌子呢 就是差不多400 這個40元美金 即是300多元 就是一隻純銀的一個餐具 其實都是925元的 那當然沒有東西吸得上 哇 你送禮給人 有回不上交情 你就花千里二千元去 就是Tiffany 哇 拿一個這樣的盒 這個盒 這隻顏色一見到 就心花露房的了 那其實有個名字 這隻turquoise 綠色叫做 forget me not blue 又或者叫 Robin's eight blue 那它出處 我又不是很知道 Robin's eight blue 是不是有個故事 那它 如果你買Tiffany的產品 一對呢 就是 這個是一個 二手價錢來的 我想 因為這些都很久的了 就400元美金一套 那你買一隻 就1000多元 我覺得都OK的 當然啦 如果你送禮 不知道別人是否介意 如果是舊的 用過 那這些就是普通 那你反正都送呢 那就要送 Tiffany 就好些了 因為 差都可能是 差1000元 但是是 那個 送禮那個 的 那個 體面問題 其實也是 那你收到 Tiffany 那它還有一個 升值的可能性 這個是全新 那我另外一個 video呢 都有拍過它 其中一個collection 但我不小心 我就找到原來之前 我都買了一隻 這個是用過的了 那它有很多歲月 使用痕跡啦 是不是 那你看它好像被 即是有用過呢 就有跌過啦 洗過的時候 扔下那個 那些碗碟裡一起洗啦 那就有這個 好像被徐仔打過的效果 這個是光滑的 就全新的 那另外還有一隻 那這個呢 有些seller 就說這個是給BB用的 那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個形狀這麼奇怪呢 是不是很用的呢 那我就覺得 應該不是吧 那我就去調查啦 那我就找到 那我就找到 原來這個呢 它有時候就是叫做 一個BB的spoon 就是有swile 即是有一個 螺旋紋 那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沒有好處的 為什麼要用這隻羹呢 那你真的很吵詭啦 我一定要去 知道這個究竟是 是用來做什麼用的 那我去找就找到答案了 這個是一個 吃oyster用的一個羹來的 那所以我懷疑它這個尖尖呢 其實是幫手讓你咬的蠔殼 但是我想這些都是放在 那些戴戶人家 放在餐桌上面 給人看 你看看我們幾高級 我們要 Tiffany 的餐具 那就可能是 只是一個裝飾用途 rather than你 拿去叫蠔殼 因為蠔殼的刀都很利的 要很薄 那麽厚 那麽厚呢 應該是放不下蠔殼的那個 那麽厚 那麽這些其實沒有人 真的會這樣做 它的 如果你正常就這樣 用來把蠔放下去 放上去上面 那麽不離吃 是不會造成很大的損壞 那肯定你去叫蠔殼 會花光啦 那這隻羹呢 現在要買成300元美金 有人買300元美金 但是呢 如果你價格呢 我不知道是否關他新舊問題 這個是買129元而已 還有呢 我剛剛在 eBay 買完東西 嘩 現在是很厲害的 按一個按鈕 它不問你是否想清楚 不用要Double Confirm 再Confirm 再Confirm Double Check 不用 它就是 喔 給了錢的了 It's Paid 立刻的 Condition 變成Paid 然後等它Ship的了 那麽厲害呢 我現在在 eBay 我很久沒有在 eBay 買過東西 但剛剛我的體驗就是 嘩 是Super Super Fast 那這一個呢 就是 這個 Tiffany Gung的分享 那至於這些都是比較 舊和Rare 尤其是這個 那我覺得這一個 會是一個好的Investment piece 因為這個是一個Rare 和Vintage 那這些其實是 我想你買的都買不完 我只是因為覺得 撞到一個Seller 去出個價錢 是很合理的 那我就買了它 一隻是在日本買的 一個就是在香港的Carocell買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分享了 那希望你喜歡這個 銀器的 有一個殺菌作用的功效的分享 那請你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多謝